今天的浪算大嗎這樣子 現在是六級浪 浪高差不多1米2左右 如果說以我們來講 這個叫嬰兒浪 嬰兒浪 Baby的 但其實我現在感覺到就是 我的身體 肚子裡面 非常的攪動 就是大概再擦個幾秒鐘 我就可以噴吐的那一種了 看到海上這一大片的浮球了嗎 它就是發哥的 定制漁網的標記 長度大約有一公里這麼長 更驚人的是 光是這麼一組定制漁網 造價就要3000萬元起跳 現在我們開始在 把這個漁網網上拉 我們要準備收成了 開始看到有魚在裡面了 就在這邊 滴滴飄飄的 好多喔 要不要看 這次超級多的 發哥 這一次這樣OK嗎 這一次好 換你的湖 可以啦 可以… 像咪咪的 你看它 哇 大復收 大豐收 其實定制漁網是在漁區回流的地方 設置網具 利用於只會前進 不會後退的特性 從環網 尾網 慢慢地誘導 到最後的龍網 也就是我們拉起 大量漁火的地方 你看看… 這個這是什麼 這個叫花枝 哎呦哎呦哎呦 花枝喔 哇 你看… 氣死了 它在噴墨了啦 小心喔 我教你怎麼看 這個有殼的 你摸摸看 這硬硬的 有有有 有殼的 這個叫做花枝 來 這個沒有殼的 你摸摸看 這個沒有殼的 這個叫做卵絲 就是軟絲啊 是的 對 沒有錯 然後軟絲啊 對 了解了 讚讚讚 不論是野生的海魚 還是噴墨汁的花枝 北下下的卵絲啊 定制漁網通通都抓得到喔 發哥說 定制漁網捕魚貨 就像是抽樂透一樣 你永遠沒有辦法預期 今天到底能抓到什麼 但是也因為這樣 常常也帶來了 許多的驚奇喔 其實抓了超多的魚 可是我覺得有幾個啊 特別感覺很不一樣的 這個是 馬加 這次的話價格好嗎 其實我們來講的話 算普通的 價格賣最好的 這個叫夢幻石雕 這個雖然是小吃 對 如果說大致一點的話 那價格 它是跟白昌同等級的 它的肉真的是 很Q彈 哇 是喔 所以如果真正的 韜客來行耶 其實一到那個 漁場來要搶魚的時候 看到這個馬上就拿走了 是的沒有錯 哇賽 秒殺級的魚耶 然後這個 在我們西亞岸來講的話 這個就算滿大隻的 喔 東部的 它的魚都是滿大隻的 但是它沒有那個油脂 我們西亞岸 它的魚雖然是小 但是它的油脂滿多的 喔油脂多就對了 是的 而且我覺得你這邊 因為訂製魚網嘛 它們就是 你沒有刻意的去補牠們 就讓牠們自己游進來的 所以其實今天我們能夠 捕捉到這些魚啊 其實真的也就像你說的 靠天吃飯啦 是的 對啦 我們也不知道說 我們可以補到什麼對不對 出來的話也是看天氣 看潮水 看水的色澤 來訂 對 沒錯 訂製魚網就是要學習 跟大海做朋友 颱風天不能抓魚 洋流不好抓不到魚 捕魚量也不固定 每一次出海 全靠老天爺賞飯吃 隨著船隻離港口越來越近 那個又強的奔賣會 也進入倒數階段 阿現在來這個秘密的賣場 怎麼會又空空啊 到底要賣的是什麼啊 我這個寶物吼 妳要準備兩樣東西 第一樣是什麼 棍子 蛤 拿棍子 是的 這個不是要打架用的喔 好 那第二樣呢 籃子 等一下 那基本就是要跟人家搏洞 來搶東西的嘛 過那個百貨公司 周年慶的那個人擠人嗎 有啊有啊 這邊的情況也跟百貨公司差不多 是喔 這麼激烈喔 好來 我要掉了喔 中間 中間的先讓開一下 哇 你看 我們的魚準備要來了 大家都熱血沸騰了 真的直接 阿姨叔叔啊 都想說 我這樣都撞到魚的路啊 我好緊張喔 你看看這個 現在魚有多多 你們都準備好了嗎 好了喔 好好好 我要拿啦 好來 打開 哇 哇 等一下 小心喔 小心喔 小心 等一下 你們速度太快了 我還沒有拿耶 我要趕快下去搶了 啊 哎呦 阿姨 就跪起來 抱歉 抱歉 抱歉啦 謝謝 啊 啊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快點 砸進去 你有沒有看到 他們每個人都拿著籃子 還有棍子 真的就像大哥說的 他們要 想盡時間去掃 我剛剛那個單子一打開的時候 他們直接籃子就在上面接 超誇張的 直接進不去 阿姨 舊阿葵姐 沒有人理我 阿姨 舊阿葵姐 漂亮姐姐 不理我 漂亮姐姐 阿姨 可以讓我搶一下嗎 我要唱歌好不好 你在上面只要搶了 我還要下來 她說我在上面就要搶了 我還下來 是不是 哎呦 給我搶一下啦 哎 怎麼這麼這麼好啊 謝謝 大家 謝謝 搶搶搶 擠擠擠擠 網子一打開 全部人都像是殺紅了眼一樣 管你大魚 小魚 只要是魚啊 全部都先搶了再說啦 籃子木棍統統派上用場 原來真正的武林高手 是這些婆婆媽媽們 你看啦 我真的不喜歡幹嘛 我就是搶不到啊 很恐怖對不對 超恐怖的啦 你們來過很多次了嗎 我們來好玩的啦 來好玩的 我第一次 你第一次來喔 對 那你怎麼 你們感覺怎麼那麼熟練啊 我跟你講 因為12點半 你就要來排了 天啊 你看我們的 對啊 看一下啦 哦 啊她都要這樣子 分開擺就對了 哦 對啦 所以我覺得啊 在戰場上面 最厲害的還是 媽媽 女中豪傑 你們剛剛是 用盡生命去搶的對不對 對啊 搶得到就好 啊你搶到什麼厲害的 給我們看一下 你搶到什麼 怕頭啊 哦 白昌 你白昌 為什麼可以搶到這麼多條 來 等一下 老實說 你小隻的人家挑 小小隻的人家看不上耶 有訣竅嗎 那幾點來位置最好 我是提早一個小時 提早一個小時 我用2萬8了 對啊 提早一個小時來來看 真的耶 真的 讚啦讚啦 最親眼海產野生的美味 這裡賣的魚 真的是燙溝大碗 遠比市價平宜兩成 難怪會有這麼多人 願意提早到這裡卡位 這魚貨一下拍賣桌 大家就是一屋風的橋 過來 來 誰的 哈囉 好漂亮喔 這麼大圍耶 這個很大耶 哎唷 很厲害 抓魚抓那麼久了 還第一次抓這麼大的魚 哎唷 我也好 我覺得好 好難過 好啦 跟你開玩笑的喔 不過 這個 這個魚小的 這個不跟你算 好不好 來 其實這一隻也是人家 施捨給我的 好的 來 這個叫 剝皮魚 魚新不新鮮 我一直常跟人家講 看哪裡 看眼睛 對 跟你的眼睛一樣那麼漂亮 黑黑亮亮的 知道嗎 真會講話 然後你到市場看的剝皮魚的話 它一定是沒有頭的 喔 它把頭敲掉了 對 為什麼沒有頭 因為那個是冷凍的 喔 知道嗎 知道 然後我的價錢是公佈在那邊 一清二楚就對了啦 這個價錢公佈下去 是一個月變動一次的 那像我現在這一隻剝皮魚 這樣子有價值多少啊 價值多少 一公斤三百六 總共是六百二十一塊 哇 哇 沒有差一隻耶 是的 這個可以清蒸煎煮湯 也可以生魚片 想不想吃生魚片 嗯 想 想 想 怎麼差一隻耶 為了你 我等一下有私房菜 特別留給你的 好不好 耶 好不好 真好 等我忙 等我忙碗的時候 好不好 好 發哥說一般菜市場的魚飯 因為有中盤商的經手 賣的是第三手的魚 第三手的價格 但它這裡的魚是現撈現賣的 價格一個月固定公告一次 不隨魚市場波動 所以價格就是比人家便宜 而經過了一個多小時的忙碌拍賣之後 不知發哥要給我們看什麼私房菜 噹噹噹噹 你這是 我有沒有看錯啊 這個是鱸魚嗎 對 因為你剛才不是搶不到嗎 這有可能啦 鱸魚怎麼有這麼大隻的啦 這野生的啊 這是鱸魚有幾斤啊 這種重的 9.31公斤 對啊 哇 然後我這邊的售價是 一公斤是620塊 一公斤620 它總共有9.3公斤 所以這一隻鱸魚就價值 5769 哇 那這一隻這麼大隻的鱸魚 該不會已經有人訂走了吧 是有人訂走了啦 沒有錯 但是我今天看在你工作的份上 真的嗎 真的 所以…可以 所以…就… 靠賞你啦 哇 沒想到發哥的私房菜 是這一尾9.3公斤重 要價5000多塊的野生大鱸魚 好啦 事不宜遲 趕快請大廚來料理 品嘗最親眼海產 哇 發哥真的是對我太好了 今天這樣就辛苦了一整天啊 一番努力下來 我現在終於可以來收穫一下了 哇 這個鱸魚厲害了 你看 用這個紅燒的方法 我光在這邊聞就聞到 好香 好香的味道 豆子很扎實耶 然後它很綿密 很細緻 一點那個魚的那種腥味完全都沒有 然後再來我覺得有一點Q彈彈牙的感覺 你平常會常吃鱸魚嗎 平常比較少 因為它單價又很高 而且客人的需求又很多 可愛的… 真的 真的是歌愛耶 再來你說這一個 剝皮椅 這一個的口感我就很好奇了 不知道它吃起來的味道會怎麼樣 直接吃 來 看一下喔 沒有什麼味道 怎麼那麼Q啊 很像在吃什麼你知道嗎 很新鮮的龍蝦肉 咬著咬著也是直接化開 後面像在吃一些 蒟蒻的那種感覺 市場買的剝皮椅 對 我是覺得建議是不要去生魚片 因為我們這個都是剛抓回來的 現老新鮮的才可以吃生魚片 果然是很老啊 最新啦 簡單的料理方式 就能夠吃出魚肉的鮮甜滋味 發哥常說老天賜予我什麼 我就抓什麼 每一次的出海就像談戀愛一樣 既期待又害怕出入傷害 是豐收還是慘淡 完全看老天爺的臉色 雖然它一度虧損 但是它依舊努力 怕啤就是要給大家 價格最實在 品質最新鮮的海產